哈喽 彤雲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黄紫涛 作为超教练 有没有想过说带几口 你给到我们的超教练的学员本名呢 因为有带有带带了十几箱吧 对 然后他们都 毕业拿了好几袋了 都挺贪的 然后抱着就回自己宿舍 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有数 因为他们每天训练量很大 我给他们带巧克力 只是因为我觉得需要补充一些能量 或者低血糖 有的时候会晕的时候 我可以吃一些巧克力 补充一下能量之类的 我可以跟观众一起去看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站在观众的角度上 因为有很多不是每一天 我们都陪在他们的身边吗 所以很多内容都是 只有在节目里头才能呈现出来 所以我就看的时候就特别感人 然后他们自己也特别的努力 很好 我觉得 我会用 用表情包只用许一样的 那个太好用了 就那个太魔性了 真的太魔性了 我真不是因为它是我公司 或者什么样我就用 真的是好用 你干点什么都可以用 就可以让你哭笑不得了那种表情包 又无语 然后又就那种 我跟我公司所有人互动 就是我因为我没有什么老板 艺人这种身份 我都是对他们 就跟对朋友 妹妹 哥哥 姐姐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一起就很轻松 对 所以就是怎么玩我都可以 就只要别触碰到工作上 一些东西底线 我就都OK 龙塔Family 刚刚你说想要再去你自己次冰岛 就看一下激光吗 那为什么 因为在那地方我很舒服 很自在 然后很 很享受在大自然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主要第一次去 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跟我之前的那些 同伴 对 然后想再去的话 就是带家人 或者是带未来女朋友去 这种 就会有这种想法 梦想 比较空虚的时候 会心情不好 想要有女朋友 结果发现我自己身边 还是空气的时候我会心情不好 没有人陪 然后很孤单很寂寞 我自己在房间 我自己的心愿就是 希望我今年的音乐 可以让更多更多的人听到 然后 然后可以在 那个软件上面 有100万的收藏 这就是单曲啊 自己的单曲 这就是词 好